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K Mall 加拿大多伦多 Scrumchish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 Walk 利安加斯 Maxim Wills 地产铁三角Johnson Rask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姓装饰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机慢活市集 Whoop 益菌定装保湿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d Sir Engie 郑太保险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全城香港精神 Hong Kong Ai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场 讲心事 是由银行不do We do 太容易案件专家 Rex Fone 特约赞助 报出 每个人都有 很多的心事 有些你会 很想和人说 和一些你很信得过 很亲密的人说 但是有些的心事 你永远 永远 都会埋藏在最深的地方 今晚 我们一起 讲心事 6月30号 多伦多晚上时间的星期四 今天的讲心事 有我Suzanna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星期四讲心事 竟然会见到Suzanna 因为Fiona今天有点忙 所以我今星期跟她调了 她刚刚星期二做了讲心事 今天就是我在跟大家一起讲心事 下个星期应该会照正常回 我会继续在星期二 已经去到6月30号 在我们多伦多这边 香港这边都是一些开始热的日子 当然纽西兰或者澳洲那边 就是开始冬的日子 热的时候当然会想很多出去有些活动去做一下 香港当然不奇怪 今年明明差不多 可能是开始跟小朋友放暑假 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暑假 都是不是去到8月中才能放一两个星期 平时可能这个时间就算是正在学 都已经考了试了 在学校都是可能是看电视 跟朋友玩一下 就是上学这个动作 就不需要再去学东西 当然可能有些班或者有些学校要预备下一年的东西 但我想大家的心情都会轻松一点 但是今年就不是了 我听说好像快要考试 有些是7月的时候考试 所以可能心情比较矛盾 但是矛盾还矛盾 我想如果真的考试就没办法 就没得出街玩得这么多 但是如果真的不用考试 或者小朋友小一点 或者是能够备得到的时间 其实都要计算一下 因为都要去玩一下 因为夏天 夏天有些什么活动呢 当然不单只是去逛街看电视吃饭 当然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不管香港也好 我们加拿大多伦多这边也好 暖的地方也好 冷的地方有冷的地方玩 可能冷的可以玩一下 逛街路或者计算什么时候去滑雪 我们夏天热的地方 可以计算一下去一些 逛街路 可以想一下去一些主题乐园 主题公园 或者我觉得在我们加拿大这边 都会想一下 这个月份究竟那些生果 蔬果 是可以去摘味的呢 我们不如先不要说多伦多里边 因为稍后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刚上星期六去了一个地方 就是摘士多啤梨 但我想说香港 香港也有这些活动 当然比起多伦多里边 应该是少一些地方 可以摘士多啤梨 或者摘生果 其他生果或者蔬果 类的 但也总有的 我上网看一看 其实就是在元朗那边 或者西贡那边 西贡当然就是要外面更多的西贡 其实也会有一些农庄 香港很多时候 除了真的种植物 另外一些可以对外开放的 通常都是一些亲子农庄 看到又会有一些草泥马 可以喂它们 摘士多啤梨也有 我看到香港的摘士多啤梨 其实比加拿大这些更漂亮 因为我们加拿大这边 它真正是一个草泥 它除了开放给我们公众摘之外 其实我想它也是用同一个草泥 收成之后 卖它给超级市场 或者是卖去那些地方的草泥 所以它就不会很特别 它是装饰得很市市正正 而且真的很像一个农田 旁边就是有些和港草 给你去逛 就不会特别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但我看香港的草泥马 我看香港的草泥马 就比较漂亮 我猜它们主要是开放给人 去摘多过去卖给人 如果我看到那些亲子农庄 但亲子农庄 草泥马 草泥马 我也有听过 其实我在香港我没有去过这些地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有听过 我的朋友有去摘士多比利 有去摘萝卜 有去摘萝卜 我记得摘萝卜是冬冬的 摘完萝卜之后 他们香港是流行亲子活动 如果那些农庄 在一班人一起做萝卜糕 另外有听过摘萝卜 摘萝卜其实我是很有兴趣 大家都知道 我又说我很喜欢吃萝卜 其实我也很想去摘萝卜 虽然买的容易很多 但我觉得摘萝卜 原来每一种的生果 蔬菜有不同的方法 摘萝卜 例如今次的摘萝卜 原来是要蹲下摘萝卜 摘萝卜 车梨子 在棵树上 那棵树又不是很高的 基本上你就是伸高对手 就已经可以摘下来 我觉得这个除了小朋友去体验之外 我觉得大人其实都可以认识的 我觉得不只是小朋友的活动 是大人的活动 所以香港就好像是亲子活动 可能你是有些小朋友才带他玩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多伦多这边 其实就不一定是带小朋友才去的 可能大人 就认识多少岁都好 总之不怕流汗 其实都可以去这些活动 还有我觉得摘萝卜 虽然摘萝卜的时候 要出汗水 少少辛苦 但又很享受 那些萝卜真的新鲜很多 就是当你吃过你新鲜摘的水果之后 那你就会发觉是真的不同一点 我记得去年去摘萝卜的时候 摘萝卜的时候 一开始吃可能大一点点酸 但它是很耐放的 而且没有冰在冰箱 是摘了几天 好像越摘越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那个水果 那个萝卜的浓度 是越来越浓 干一点 它就会更浓一点 甜一点 所以过了几天 都还是很好吃 很新鲜地吃 但是你平时在超市场 你首先第一件事 买回家后要冰 而且那两天左右 你其实就要吃掉它 但是这些新鲜没有冰过的 你是好摆得 得来 其实你一直吃 是会有一种 是你平时在外面超级市场买的水果 那种味道也是有少少不同的 因为新鲜的水果 就是会有一种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 有一种香水味去形容它 说不出是什么味 但总之是 带有一种香一点的味道 当然它未必是甜一点的 但是总之就是有一种独特的香味 香港就要去到元朗西贡那些农庄 那些亲子农庄 通常香港除了摘了这些蔬果之外 它们也会有很多其他的活动 可能它们会 正常像刚才所说的 会做一些萝卜糕 又或者是会做一些 萝卜糕 总之就是摘完它 都总会安排一些活动 就是给大人小孩一起去参与 这样的 但是我们这边 基本上就是摘了那个生果 你就是带回家了 它不会特别有些什么活动 如果是普通摘士多啤梨那些栋 或者摘其他生果那些栋 通常都会有一间商店给你去买东西 但是真的都是买东西 而不是有些活动的 除非就是刚刚那个农庄 就是有一个workshop的活动 好像我稍后会介绍 我刚刚上个星期六去的一个栋 它就有少少的workshop 但是其实它都不会好像香港那样 哇有很大班人在那裡 其实它只不过是好像有一些摊档在那裡 你都可以一起去参与一下 但是除非譬如 我们7月1号至3号 我们7月1号是加拿大国庆 所以这边都会有一些特别多的活动 是在来到这个周末 是会有得大家去玩一下去参与 那我就看到 因为我的朋友其实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这几天 其实如果你有空都可以去Stoffield那里走一下 那Stoffield是一个什么地方 其实就是在我们多伦多城市这边 偏东北一点的地方就是Stoffield 那边他就说有一个叫 Strawberry Festival 就是一年三天的一号二号三号 那他三天里面 他有不同的活动 那我就看了他的网络 那可能是有一些的表演 就是音乐表演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手工艺 有一些博客 有一些是给一些小朋友玩的一些 就是都是做一些手工艺 或者是做一些baking的东西 那给一些很小的也有 给一些大过少少的小朋友也有 也都有一个他叫做on stage的一个表演 那就是谁觉得自己是有一个talent的 就是喜欢表演的 有一个聪明的东西 那都可以上台去表演 那之后他又有一个踩单车 有一个踩单车的活动 那是其中有一天的一个时间 就是大家约定可以一起在那里踩单车 那之后他又有一些公园的pick nick 我想是大家在大草地那里 一起坐在那里 轻松一下 聊聊聊天 好像是野餐那样 那当然应该都会有一些 士多啤梨为主题的一些食物 那我就没去过的 那有机会的话 其实我也会想去看一下 因为感受一下 现在当做的士多啤梨 又感受一下在这边 你可以去看一下不同的东西 所以如果有机会天气好的话 其实也会想去参与一下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些 他刚刚会做一些节日的一些东西 所以可能那个活动 除了是摘士多啤梨之外 其他的活动都会特别多 但是其实如果不是刚好有这些节日 或者有些什么节日 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一到到可能这些五六月的时间 那其实就开始有很多的不同类别的疏果 其实就可以摘了 那你说是有些什么时间 其实说不出一个很一定的日子的时间 因为每一年 每一个季节 每一个月份 他们都是大概估计那个收成期 大家都知道 就是梳果的东西 都要好好看一下 那一年的水份 阳光 这些这样的东西 所以大家都是要留意那个网站 他就会告诉大家 我这个牌子 未来六月多少好呢 就开始有士多啤梨泽 所以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去上网看 因为现在上网真的很简单 不会像以前那样 就可能去一些的 Information Center 那里才能够多些资料 那现在就是上网 你打些key word 可能就是打strawberry picking 他们会弹出来 告诉你有哪个牌子 然后有哪个牌子 就告诉他们 我们几多好开始 就会有得摘的了 那我猜他未必会告诉你 譬如我们现在 士多啤梨 就是刚刚开始 有得摘了一两个星期 那他就未告诉你 说什么时候结束 我猜他真的是在看 每一次的人摘得多不多 然后又看看现在的天气 就是 还可不可以继续生长 士多啤梨 如果生长期 天气好一点 那就可以久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些website 有兴趣就可以去看一下 不如这样吧 现在就分享一下 我上个星期六 很好天的那天 又不是很幸运 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多伦多 六月份六月尾开始 天气都挺好的 那天有风 有少少风 所以那天真的很舒服 那天我们就选了下午 在家吃完午餐之后 就去那里摘士多啤梨 我去的地方叫Boltmanfield 就是我们加拿大东边多一点的地方 所以可能以香港人为主 可能通常都住在Markham那边 那边 那他们就会在外面那边的栋 多一点的 Boltmanfield 可能东一点 未必有那么多人去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又在多人多住 又或者是过来多人多玩 那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有机会可以过来东边这边的 这个Boltmanfield的栋栋 那边看看 会不会有你们喜欢的东西 那现在不如我们看一下 我上个星期六 去摘士多啤梨的东西 首先我们就要来到这里付钱 付钱之后呢 就是進去裡面的牆壁 我今天來到這個雜士多啤梨的地方 買了這個籃子 他說是4個Liter 21元 不知道貴還是便宜 我覺得好像不太便宜 然後還要入場費 我們總共4個人加起來 買這個籃子就37元 希望可以摘到漂亮的士多啤梨 這個牆壁很大 它除了可以摘東西外 其實它也有些工作坊 而且就算平時沒有工作坊 也有些活動給小朋友玩 這裏就是可以玩的 彈車 Racetrack 那裏有一些跳彈床 還有一些羊 可以餵牠們 原來這裏還有可以摘Rasperry 除了士多啤梨之外 還可以摘Rasperry 那現在我就走過去 可以摘士多啤梨的地方 好 經過沿途 原來又可以摘Rasperry 之外 又有Beans和Peace 都可以摘 可以摘 終於來到這裡 就可以摘到士多啤梨了 就算看不到牌 其實也知道了 因為已經聞到士多啤梨很甜的香 那摘士多啤梨呢 就跟上次我去年 去過摘Rasperry 藍莓很不同 藍莓其實是很舒服的 因為它的高度大概 好像我們大人的腰那裏 但士多啤梨就比較辛苦 因為全部都是在地上的 所以要摘士多啤梨 就要蹲下來 去選擇來摘 這裡 當然是選擇 剛剛好 吃得 那些 我想應該不用一定選擇大粒 只要它甜 就已經很棒了 好 現在 讓我用點時間去摘一下 一會兒看看我的修成 是怎樣 好 我看到這粒好像挺漂亮 這樣應該是 這樣 就摘了 今年的第一粒士多啤梨了 我想這個草莓的士多啤梨 它就不太大粒 但是 我們看上去應該很甜 這些千萬不要誤會 它是那些白色士多啤梨 應該是未熟的 我想 它 真的挺難摘 因為真的在地上 要蹲下來做粒去看 這個好像很漂亮 讓我摘一下 先看看 原來剛才有個員工跟我們說 我們去坐了那邊 怪不知那些這麼小粒 因為 已經被很多人摘過了 所以他就叫我們來這邊 就是 可能那邊就是今早 或者上個禮拜已經很多人摘了 所以 已經沒有什麼大粒那些 我們現在呢 但是這邊呢 有一些呢 大粒 讓我找一些 美好的士多啤梨 先 這裡 挺漂亮的 摘了一個小時左右 摘完了 因為呢 那一個籃 很快就滿了 那一開始呢 我們就 唉 低能了 就是 在那邊 原來是 已經有很多人摘過的 所以呢 就一開始覺得 草莓不小的 但是呢 那有個 staff 告訴我們 去那邊 就是現在看到很多人 那邊 才是現在應該摘的 那邊 那我們就去吧 哇 原來可以摘到很多 這些大粒的士多啤梨 的 好吃的 我真的偷吃 因為很汁 其實呢 整件事呢 如果來這些 養生才摘呢 那當然 士多啤梨 加上這個farm 有入場費 我不知道外面那些 其實真的貴的 37元 四個人 那個籃子 其實真的不是很大 但是就是一個活動 今天天氣很好 陽光普照 熱的 出汗的 但是呢 又有些風 所以很舒服 那 記得呢 要戴帽啦 如果來玩 因為呢 其實除了是 一個要佈曬的地方之外 其實有很多小鳥 這些是Seagull 和海鷗 他們呢 一會兒 一會兒吃得太多水果 然後 要去廁所 起碼如果我們有帽子的話 都不會直接 是可以 放到我們 在我們頭上 對吧 好了 完成了這個 雜士多啤梨的活動 看看我們一會兒再逛逛去裡面 有一間商店 上次呢 我們去摘藍會的時候呢 那間商店呢 就有雪糕 和 有 Bluewberry味的咖啡喝的 不知道這間有什麼東西 但是我覺得 這個牆在我們多倫多的東邊 特別一點的 就是它會有一些這些 這樣的 爛床 太陽仔 這些東西 就可以給小朋友 再小一點的小朋友 都可以玩 其實 但是不知道大家看到 這裡有一個車 所以很吵 這個車是 帶一些人觀光 不知道為什麼要坐上來觀光呢 我沒有問 也沒有人給我介紹 Anyway 大家看到 其實那裡 都有些Plaza 那裡有一間Walmart 然後 又有 Sweet Chalet這些 餐廳 還有好像是Canadian Tire 那裡有一間 所以其實這裡 就不是一個很 很 很鄉村 很外圍的 這裡都挺城市 距離我們住的地方呢 其實都很近 唉 如果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不是要給那個入場費 我想就是4元一個 如果不是這個入場費呢 我就會 可能過一兩個星期 再來多一次 因為當吃過這些新鮮的水果 我真的很想繼續吃 這裡呢 就可以 放些錢進去 就可能是 放這些 粟米粒 就是用來給你們餵養的 也好幾隻 剛剛有一隻 這裡 上面又有 應該吃到很飽 所以 就算看到我們 感覺到我們 他都沒有什麼很大的興趣 因為我想這裡已經有很多小朋友 已經餵了他們吃了 可能他們要吃一下草 清一下腸胃 不想再吃粟米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hello 咦 他們想吃東西 還沒飽啊 不知道他們熱不熱呢 我就覺得很熱 如果要去廁所 這裡是有兩格廁所的 如果要吃東西 我想就在裡面 一會兒帶大家看 這個是小朋友玩的地方 有波波池 吹氣波波池 有鮮秋 有那些攀架 好 好 現在呢 去這個 商店看看有什麼 我想應該會有一些 蘑菇波波池 通常 不知道有沒有雪糕呢 通常我覺得 摘完生果 熱的嘛 應該雪糕的話 會很受歡迎 最好有咖啡 現在很想喝杯咖啡 我覺得我最失策的就是今天 忘了吃了一粒 敏感藥才來 所以剛才呢 會流鼻水 還有打合刺的 這些是新鮮的 應該不是他們的 我猜 教課 因為剛才 又不覺得有這些 這些的蔬果 好 有得摘啊 番薯 兩元磅 很大啊 通常呢 我來到這些地方呢 都會很想買 因為感覺上呢 它的東西呢 是會新鮮些 那我 通常來這些地方買呢 價錢呢 就會貴過超級市場的啦 但是 就算來香港也是啦 你那些 什麼本地蔬菜啊 那些 其實都貴一些的嘛 但是呢 那個 水分啊 甜度啊 其實呢 又高很多 大家看看價錢 有沒有貴一些啊 我很少買這些 這樣一磅磅的 大家 記得的話 就是 我通常在Costco買東西 它通常都是 一個價錢的啦 很少我會看 每磅 這樣 所以不知道 這些是豆 Garlics Gapes 就是 Garlic上面那些 是不是大蒜上面那些 像蔥一樣的東西 那些Mushroom 很大顆啊 這些東西全部都 嘩 我想吃這個 黃色的 薯基尼 青瓜仔 我很喜歡這個 魚衣金藍 很喜歡吃 一會兒買一份包 生菜兩元 拖 都不貴啊 這麼大棵 這裏還有一些 洋蔥 全部的東西都很大 最小的是我們剛才開一盒的 士多啤 有不同款式的 薯仔 有些 荷蘭豆 荷蘭豆 我自己本人就 一般 可以吃 但是不會特地吃 還有一些 蘿蔔 這裏經常都會 這些新鮮的 荷蘭豆 都會看到這些 不同顏色的蘿蔔 都可以買的 這個 新鮮的 蒜頭 買完了 5元是什麼呢 5元一袋 還是5元一個呢 現在我就不知道了 我先看這些 有麵包 有蛋糕 那些是這些味道 這個是醋 用來點麵包的 嗯 這裏也有些 麵包 這裏應該是教貨的 蘋果 12元3L 不知道這是什麼來的呢 不吃 這個是 藍莓的 蜜糖 好像很好吃 待會看看成分 現在看 先去是 有些什麼 看不清楚 待會再慢慢看 這些就是 已經幫你摘了的 士多啤梨 但是 我想來到這裏 就不買這些 因為這些好像已經 跟我們剛才 自己新鮮摘的 已經沒有得比了 因為已經沒有了 那個光 就這樣 這些全部都很熟 這些都很熟 它是什麼 1L 8元 3L 22元 更貴 我剛才的 剛才的1L 就是這些綠色 是1L 那就是7元 那這些白色 它就說 這個是4L 那就是21元 那就是說 它每一盒 它幫你摘買 更貴1元 但是當然 這樣就不用給這個 入場費 自己計一計 這裡也有很多 蜜糖 麥克風 類的東西 這些就是 葉的東西 就是 葉青瓜 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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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 這些 或者是醬 這些是 在普通超市場 未必會看到 有得買的東西 但是可能不找一些 自然一些 或者是 牠們多一些 外面的地方 可能也有得買的 原來這裡是 沒有一個雪糕的布 但是它就有 我們加拿大品牌 Tawada 食物 4.5 500L 9元 1.5L 貴過外面一點 但是通常都是這樣 就覺得是自然的 他們的收的價錢 通常會高一點 沒有雪糕 沒有咖啡 就是這麼多 裡面也不是我們走的地方 我去看看蔬菜 不好意思 我今天這個 扎士多啤梨的旅程 就結束了 其實這裡很漂亮 是城市來的 但是 真的很天氣的時候 真的不妨 來這裡 拍照也可以 扎士多啤梨 當作買生果也可以 或者 就這樣進去這個牆場 買些蔬果也可以 當然不一定要來到這間 因為其實外面也會有很多 但是如果 譬如住在東邊 比較多的朋友 其實夏天 都是一個選擇 很漂亮 很舒服 今天天氣又很舒服 其實走的東西不是很多 不過 總之就是一個 來這個下午 很好的活動 來看看 我們最後 其實就用了一個小時 左右 四個人 就 摘了一籃 4L的士多啤梨 一開始 我們摘那些 就很細粒 因為去錯了一邊 還有我發覺 回到家的時候 面面的大粒 很漂亮 底底那些 原來除了小粒之外 就發覺是 會過熟 摘那一刻 好像是剛剛好 但是回到家之後 你又比較 然後你就會看到 我們剛剛去摘的時候 那些小粒之外 就是那些葉 其實是沒有那麼青綠色的 就算現在 我看回我的影片 說我摘了今年的第一粒 士多啤梨的時候 都發覺 那一粒的士多啤梨 那些葉 其實已經開始 有一點點深色 所以這個經驗就是 告訴我 如果我下次再去摘的時候 記得 除了看一粒士多啤梨 去夠紅味 都要看那個葉 還要是青綠色的 就不要 因為你摘了回去 可能很快就會有過熟的問題 這樣 因為始終可能 摘了出來之後 你不是馬上吃 你就算是過了幾個小時 你回到家 都已經是可能熟了一點點 它會熟的 隨著每一分每一秒的過去 那樣的水果 其實都是會熟的 很老套 我們最後摘了一顆藍水果 其實比我在摘之前 是預期少的 因為去年我去摘藍梅的時候 我記得它的銅 都是四列的藍梅 摘了出來 但因為藍梅 首先是很洗粒 不壓位 你會覺得它很輕 你不會怕摘它 所以你摘滿了之後 其實你是好像吃也吃不完 那樣的 所以我還可以做了幾瓶的 藍梅的 藍梅的 然後還可以做了些藍梅 用來之後用 所以我今次在我打算摘這個草莓之前 其實我已經是想定 我摘完草莓 當然要吃 吃了 吃到已經吃到夠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草莓用來做藍梅 四個可以裝滿了 然後吃一點 當然是比我預期中 都可以的 我一開始覺得 37元好像貴了一點 但最後我回來 再分開了四盒的時候 當然我盒它是平放 不會像外面那些超級市場賣 可能它會搭著草莓給你 我就不敢 因為我覺得它們很脆弱 不想它那麼容易發霉 或者那麼容易魚 所以我就是平放它 分到四盒 當然計算出來的數 就是怎樣都比起 在超級市場賣 是會貴一點的 但我覺得 都不算貴到我覺得 很不值 反而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起碼都可以分到兩天吃 兩三天去吃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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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大概十年前 他去摘士多啤梨 跟我的小朋友摘的時候 是很酸的 另外我也有個朋友 都跟我說 我現在不喜歡摘士多啤梨 因為摘士多啤梨很酸 我不知道他對上一次是何時摘 但是 我也不知道是否因為 那個農田已經成熟了 又或者是每一個農地不同 總之我剛剛這一次的士多啤梨 是很甜 很汁 所以我覺得是很值得它 所以我們現在的士多啤梨 其實我們現在的士多啤梨 都已經吃完了 那些士多啤梨 我自己還在想 如果下星期 那個農田還開放 可以摘士多啤梨 其實我想我也會去多一次 因為值得 我覺得 也不是很辛苦 比我想像中 是沒有那麼辛苦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 去過摘士多啤梨 那時候的士多啤梨 可能沒有現在我這次摘的那麼甜 也沒有那麼大顆 我印象中 但是也不酸 但就沒有那麼甜 但是那次可能很熱 我是覺得 哇 在那個烈熱當空底下 去摘很辛苦 但是現在可能 那些東西就更厲害 懂得戴帽 又懂得塗了防曬才去 所以整件事是很可疑的 當然 那天又真的有風 所以是很舒服的 所以有機會 有機會都會再去 當然 其實除了士多啤梨之外 其實我們剛才也說 我們來到這個五六月份 開始 其實都已經有很多的農場 是可以給公眾 可以進去摘的 摘任何的水果 看看有些什麼當做 當然要付錢 那有一些就是 單一的 只是收你的入場費 那麼就收了一個人的入場費 然後他可能會比較抱你 叫你自己裝滿他 有一些的農場 那他就會好像我這個 就是你自己喜歡 買哪一個尺寸的籃就可以 然後我就再計 每一個人頭收一個的入場費 也有一些就是 你進去然後斷磅 看看你摘了多少 他就會再磅出來買 那我想是不同的農場 就有不同的做法 我又不說哪個好一點不好一點 因為 都知道大家 可能每一個農場的品種 就算士多啤梨也有不同的品種 不同品種的味道 又可能有些不同 我也都知道 其實近馬琴區 近華人區那邊多些的 都有一個有機的農場 有機種的農場 那樣的 所以 其實有機會都可以去一下 有機種的農場 那他除了有士多啤梨摘之外 那應該也是 不同時段的 都會有些不同的梳果 那我其實就 都看了 在我們安省那裡 其實五月份開始 六月 不要說五月 那六月份開始 其實就有士多啤梨 有些豆 豆類有pease和beens 那pease 我想就是圓碌碌的青豆 我自己本身就一般 另外就有beens 就是荷蘭豆 那些都有得窄的 還有asparagus 或者那個露筍 其實露筍現在 在我們多倫多這邊 是很當做的 那為什麼我也知道呢 就是去到超級市場 你都會看到 它有很多 賣得來 和不貴 那你就知道是當做 那通常當做 又便宜一點 然後又好吃一點 所以 你在這裏 多倫多的超級市場 總之你進去那間超級市場 你看到哪一樣的梳果 蔬菜類是特別多 和不貴的 那樣其實是最適合去買來吃的 因為就是當做的時候 就是又便宜又好吃 除了露筍之外 其實 其實Cherries 車梨子 我看到有些荷蘭 有一些開放說有得窄的 有一些說暫時都未開放 我想都是遲一點 去到七月 七月的時候 就有得窄這個車梨子 我都會看看 如果有得窄的 其實我都會想窄 因為車梨子也很好吃 但千萬不要吃那麼多 因為車梨子糖分很高 還有我有看過 如果一次過吃得太多的車梨子 其實對身體負荷也太重也不好 另外就是會有些荷蘭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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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可以窄 我想那些未必會窄 大家 因為我意思是 蕃蘭 或者洋蔥 那些 應該未必會窄 可能買就會好些 因為你一窄 那些回來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 除非 例如蕃蘭 你回來自己做這個 蕃蘭醬 但我很少聽到 我們香港人會做蕃蘭醬 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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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比較辛苦 因為你要從泥的櫃 所以我很少聽說 我會自己去掘薯仔 但是 薯仔 那些荷蘭 那些荷蘭 開始現在很多消息市場 都可以賣荷 所以 我想遲些 那些荷蘭都開放 有這個荷蘭賣 然後我再看看 就是有粟米 那 粟米 7月份 7月份開始窄的話 我想我真的會去找一下 有沒有那些粟米的荷蘭 是 有得開放給我們窄 如果有 我也想拍些給大家看看 因為 粟米 很好吃 對 另外 也是那些 我想 一路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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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差不多 八月份的時候 就有藍莓 如果藍莓開放的時候 我今年都會摘的 因為 以我去年的經驗 摘藍莓又不辛苦 因為其實它基本上 就是在我們腰上 那你是 就是 污下一點點的荷蘭 其實你就已經是摘到的了 而且也是很容易摘的 那 到到 我想是十月份 到九月十月份 到的時候 就會有蘋果摘 就是不同品種的蘋果 都可以摘的 那 其實我之前 就是會有個問題 你摘蘋果 其實是不是要單梯摘的 因為樹上面 那 但是 有朋友就告訴我 不是的 其實基本上 你的手 都可以摘到出來的 那當然 有一些可能高一點的 你未必摘到的 那它也未必有梯給你的 除非你自己大 又或者 騎薄馬 這樣的危險動作 那這個 我是不鼓勵的 因為我覺得 其實 你這樣摘 就摘到的了 因為我想 那個藍莓也不鼓勵 你說要攀高 然後 然後才摘到那個水果 因為它也怕你危險的 那 然後到到 我想差不多 那個 十月三十一號 Halloween的時間 就會有南瓜摘的 那 我沒有摘過南瓜 因為我會覺得 南瓜 很大 很重 那 就是 摘了回來 一個南瓜 都可以 吃很久 還有 如果你是摘的話 那你摘一個 又好像 好像不夠 那樣 好像不夠過癮 所以 我就 沒有說 有一個意欲 去試一下摘南瓜 但是 在我的名單 粟米 蘋果 車梨子 都是會上摘的 那 肚子呢 肚子 我又是覺得 好像很脆弱 因為他們 我想當然 不同 什麼種類的肚子 但是有一些 如果水分很多 那些 都好像士多啤梨 那些很脆弱 所以我可能 又要很斯文 這樣 所以可能 這個又未必 是說 我今年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這樣 那士多啤 你上次買回來 摘了回來之後 其實回到家 都有一些 可能是 摘了 所以 都異於雨地 要馬上吃 因為如果不是 我就會很怕 好像 平時車禮市場 你總會看到 一盒裡面很漂亮 但是 總是有一顆 會開始發霧 然後那顆發霧之後 就會傳染去到旁邊 那顆都會發霧 所以 這件事 我又要很小心去處理它 我又會覺得 嗯 所以都是買來吃就好了 那 來到這裡 都 很想 很想下個星期 繼續去摘 希望 我都 有一點點去想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要 兩個 4L的籃子 因為 反正入場費都給了 然後就可以摘 只要兩個籃子 4L 這樣 我便可以有多些的士多 給你回來 就可以做這個醬 這樣 是不是 會不會太貪心呢 那都吃不夠 這樣 那 今天的講心事 就差不多這個時間了 下個星期二 繼續 就會有Suzanna講心事 我們下個星期見 拜拜 由詠春正宗 葉文再傳弟子 方永康師傅傳授 原定每月一百元 香港台家人優惠 7月7日前報名 60元 逢星期一晚7點半到8點半 Gibson Center開辦 報名重促 港人大盜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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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那種憤怒的情緒 就不同了 因為一來 那個政治運動靜下來 二來 你要生氣太多了 不會沒有了感覺 只是表達方式不同 你就算把政治擺在一旁 都好 離開的話 我覺得 最有意義的 就是大家可以經過工作 或者Networking 可以走回在一起 身處香港 他們不多事可以做 他們的確 要講其他事情 可能你看他們的Facebook 講一下生活 講一下飲食 他們在保護自己 雖然有一些比較知名的媒體 都會消失了 但是他們的員工 都很努力地 開回其他不同的平台 我很希望大家 能夠記住那段 我們曾經一起作戰的日子 香港商戶 香港商戶 Chicky Duck 兒婆瑪麗 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家嫂辦館 有成欣慕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 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nchies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wak 利安家師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 Johnson Rask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城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d Sir Engie 正體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李同路 Speed of Hong Kong 曾共度困了奔波每一年 如同路患難每一刻 總有支持 無讀翻英電話 我明天一起每天 齊攀安和寄望 分享這信念 如同倫敵地 或隔鎖 總可再見面 愧疼著決意的理想 慢去飛遲 心一起同行 不顧當一人 齊低看暴雨 一起看自由其後 萬世都押漏 為光民主同愛 香港人加油 Let's be the punk 香港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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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台加油 香港人加油 香港台加油 香港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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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估